一场比赛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输赢 樊振东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 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不仅仅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 更像是一个宣言在极限压力下找回自我 赢得的从来不只是冠军 还有尊严与信念 这个道理如今的王楚清迫切需要理解 福岗总决赛将至他面对的不仅是对手 还有自己 福岗总决赛出征前 国家队南队主教练王浩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谈到王楚清的近况 言辞中尽是理解和包容 近期王楚清的状态有所起伏 但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运动员都会遇到阶段性的问题 我相信他会解决好 这样的表态无疑是一次善意的宽慰 也是一种安抚 对王楚清是希望他能放下心理负担 对球迷则是在暗示需要耐心等待 而问题真的能用非常正常的现象来解释吗 在赛场上状态起伏的确是运动员的常态 可当这种起伏变成了近乎崩塌的低谷时 阶段性问题恐怕只是用来缓解压力的托词 从世兵赛的折戟到巡回赛的持续不振 王楚清的低谷似乎比预想的更严重 每一次失误后的无奈 每一场比赛后的眼泪透出的不仅是失望 还有一种被压垮的无助 如果王浩的宽慰是一种善意 那么更多的球迷选择用直白的方式表达担忧 王楚清的心理素质撑不住了他到底还能不能扛起大旗成为赛后评论区的热门话题 也许这份质疑来的残酷 但现实就是如此 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在于 观众看到的不是运动员的努力而是结果 与王楚清同为天才少年出身的樊振东 也曾经历过相似的时刻 东京奥运会作为国平当时的绝对主力 他遗憾败北 那一刻他低头落泪 世界仿佛对他失去了耐心 可是这份失落并没有将他击垮 痛苦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不再执着于外界的看法 不再纠结输赢 他将每一次比赛都当成最后一次 将每一场对决都视为自我升华的契机 我放下了对结果的期待和设想 包括外界会怎样看我的输赢 这些东西我摒弃了很多 我就希望把这次比赛当作最后一次比赛去打 不去期待 不去设想 更不去纠结能不能发挥好 樊振东的这番话令人震撼 这种坦然来自于经历失利后的自省 更来自于真正强者的底气 东京之后的樊振东以王者姿态回归 他的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力量 他不再去回避自己的弱点 而是迎难而上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正因为这份坦然和专注 他的赛场表现不再是输赢的单一维度 而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感 王储钦的起点无疑是辉煌的 从少年时期 他便被视为国平未来的希望 他的天赋毋庸置疑 他的技术也足够过硬 然而 这些外在条件并不能帮助他在心理上完成蜕变 与樊振东的成长轨迹不同 王储钦在大多数时候的职业生涯都顺风顺水 他是众人宠爱的天才少年 是被寄予厚望的未来领军者 即便是偶尔的失败 也总有人替他找出各种理由 可巴黎奥运周期的几场重要失利 却让王储钦的心理防线完全暴露 最让人揪心的不是他在比赛中的失误 而是赛场下的泪水 他对胜负的纠结 对外界评价的在意 让他的心态被一步步拉扯 他在球台上的表情愈发焦虑 他的动作开始变得急躁 当胜负只在一线之间时 他的身体在对抗 但他的内心却早已陷入混乱 这种混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就连邓亚平也在点评时直言 这不是单纯的能力问题 而是心病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人就会废了 福岗总决赛对王储钦的意义 已经超出了比赛本身 他不仅是一次自我证明的机会 更是他重塑信念的重要战场 他需要的已经不是一枚奖牌 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释放 什么是释放 他并非简单的不在意输赢 而是找到一种和自己对话的方式 在赛场上将所有的情绪和压力 化作动力全力以赴 不是为了赢得掌声 而是为了不留遗憾 樊振东的最后一五哲学 正是这种释放的最好诠释 只有当一个球员不再纠结于胜负 才会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 对于王储钦来说 这场比赛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的提升 更是心理的突破 他需要一次在绝境中挣扎的体验 需要一种从心底爆发出的不服输的血性 他需要在所有人都认为他不行时 站起来告诉世界 我可以 竞技体育是一个极其残酷的领域 他的光辉属于强者 而失败者往往会被无情遗忘 王储钦的未来如何 决定权在他自己 他必须明白 胜利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最终的结果 而在于他是否在比赛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如果福岗总决赛能够让他重新调整心态 找到那份敢于放手一搏的勇气 那么无论胜负如何 他都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反之 如果他依旧陷在阶段性问题的泥潭里无法自拔 那么等待他的只会是更多的失败和更大的压力 福岗的赛场上 他需要的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而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最后一五 或许这一次的突破 需要付出无数的努力和勇气 但一旦跨越这道坎 他将不再是过去那个被外界期待压垮的少年 而是一个真正强大自信的王者 经济体育的奇迹从来不是天赋的简单累积 而是血性心态和拼搏的完美结合 愿福岗总决赛能够成为王楚钦凤凰涅槃的契机 成为他用汗水与热血书写属于自己篇章的起点 与此同时 当福岗的灯光亮起 观众的呐喊如海浪般涌来时 每个人的心跳也随着这一声声呐喊逐渐加快 孙颖沙的名字被一次次提起 他回归的意义仿佛早已超越一场比赛的胜负 球迷们对他的期待 对他伤病后表现的担忧 甚至是对国平无敌光环的信仰 都化作了这场总决赛中最热烈的情感注脚 压锦赛的失利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打在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输给金秦英 输给张本美和 两场失利不仅让孙颖沙跌落神坛 也成为了外界质疑的导火索 即便是国平队内也有了隐隐的担忧 世界第一的光环是否还能保住 球迷们更是不敢想象 在这40天的沉寂中 他是否能够调整好状态 是否会从低谷中重新站起 但孙颖沙从来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正是这些短暂的低潮 才让他有了重新审视自我 打磨技战术的机会 40天不算长也不算短 但对一位顶尖选手来说 却足以改变许多东西 这段时间 他把对手的录像翻来覆去地看 把自己的弱点一点一点拆解重塑 甚至连日常的力量训练 都被精确到一秒即时 他知道 福岗的赛场将是自己重振升危的绝佳机会 也是一场必须赢下的硬仗 孙颖沙归来的意义不止在于他自己 更在于他身后那个无可撼动的国平光环 这40天的闭关修炼 不是为了证明过去的成绩 而是为了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 在这场比赛到来之前 所有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孙颖沙和张本美和的对决上 张本美和作为日本队的新星 以一场场进步证明了自己的潜力和野心 然而真正的威胁却并不在明处 而是来自那个沉寂了许久的早田西娜 早田的沉默并非无所作为 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选择 他避开了亚锦赛的正面对抗 没有参与近期的国际公开赛 把自己的战斗力彻底藏匿在暗处 这种隐忍并不是懦弱 而是为了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早田西娜早就明白 正面对抗很难击溃国平的防线 只有在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时 以最强大的姿态杀出 才有可能撕开对手的阵地 过去两个月里 他从技术到心理状态 都经历了一场蜕变 他并没有停下训练的脚步 而是把精力集中在细节的优化上 从发球到接发球 从步伐到线路 他在对抗模拟中 精确计算每一个动作的效果与风险 这些努力只有一个目标 在福岗的赛场上一鸣惊人 他明白 自己的职业生涯 很可能就赌在这一次总决赛上 赢了他便有机会进入更高的竞技层面 成为日本乒乓球新的标志性人物 输了或许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将淹没在后起之秀的浪潮之中 正因如此 早天吸纳的隐忍中 透着雷霆万军的力量 他早已准备好背水一战 国兵的强大不仅体现在个人实力 更在于团队整体性的诬陷可击 孙颖莎和王曼玉的搭档被视为黄金组合 他们的默契、稳定和经验 几乎让所有对手感到绝望 比赛中 他们能迅速调整节奏 精准破解对方的战术 这是其他国家的选手难以企及的 即便是国拼 也必须面对外界竞争日益加剧的现实 随着国际拼弹的技战术不断更新 像张本美和早天吸纳这样的新兴层出不穷 特别是日本队的多点开花策略 让国拼在国际赛场上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即便整体实力占优 也无法忽视对手在暗处悄然发力的事实 此次福岗总决赛 国拼的目标不仅是夺冠 更是要进一步巩固在国际拼弹的统治地位 这是一场硬仗 没有人能掉以轻心 福岗的赛场从来都是激情肆意的地方 这里见证过许多奇迹 也目睹了无数遗憾 对于孙颖莎而言 这是一次荣耀与信任的考验 对于早天吸纳而言 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豪赌 而对于张本美和他期待用胜利延续自己的崛起之路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 更是心态与意志的博弈 当球拍击中乒乓球的那一刻 所有的压力 期待和梦想都汇聚成一个点 每一次挥拍都是对自身能力的最好证明 每一次得分都是对过去努力的最佳回报 孙颖莎或许是带着压力归来的 但他更是带着一种无所畏惧的自信站上赛场 40天的闭关修炼赋予他全新的姿态 而这种蜕变足以让他在福岗再次站上巅峰 而早天吸纳他所积累的力量也绝非轻易能被忽视 如果他能抓住对手的短暂漏洞 很可能掀起一场风暴 没有一场比赛是绝对可以预测结果的 这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福岗的这场总决赛承载了太多人的期待 也埋藏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或许孙颖莎会以完美的表现强势归来 用实力回击所有质疑 或许早天吸纳会抓住机会爆发 为日本队赢得荣耀 或许张本美和会继续输血属于自己的传奇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拼弹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而球迷们也将随着赛场上的每一次得分 每一个回合经历一场情感的起伏与洗礼 福岗总决赛不仅是选手们的战场 更是一场情感与梦想的狂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国评家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